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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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像我们做一些三起步的时候 手刀 做手刀的时候 你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旋转 但是旋转的时候 到位就要停住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也是要求手部 各部分的一个小 小部分的一个柔韧也是有要求 像我们做这个手刀 单手刀 要从面前滑过有一个旋转的动作 这些都是需要去练习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肩板 拉上去之后 使肩往后拉 把你手臂经常贴住不要张开 经常往后拉 手臂这个地方 就是肩关节这个位置 然后把手放到后面 往下压 那等你能承受的一个角度 另一边这样一手 看一下后面 因为这些柔韧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你不注意心看的话 你是平时做动作的时候 都会觉得不顺 但是你又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这些动作的话 大家就是大概作为一个 平时的一个热身训练都可以去做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腰部的柔韧 腰部的柔韧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像我们前腹身 前腹身一样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学会转腰 转腰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脚打开 脚打开 我们去做 首先自然的下水 然后从前面绕一个圈 绕一个圈 从后面到一整个圈 绕一整个圈 然后再来一次看反方向 左边一起右边一起看 这样去练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后 刚才我们是往前压 往后压的时候也是 把你的手放在腰上 往后压 两个时候腿 不要弯 尽量腿不要弯 只需要我们的腰部往下 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呢 去把我们身体各种各种柔韧 去把它练起来 还有就是我们腿部这个胯这里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过的 有一个青蛙趴 一个压腿 在这个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坐下来 坐下来 把脚拉回来 然后拉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关节往下 把膝关节往地上压 然后这个脚勾住 放弃拉到大个小 然后把关节往下压 在压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会拉得很紧 把腿引起来 在做这个时候 要注意你的力度 不要突然猛烈压下去 猛烈压下去 可能会造成一个 拉得很痛 或者你如果太严重了 可能会有一点拉伤 所以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太忙 好 然后就是我们 喜欢讲到的一个 就是在贴腿的时候 你脚背的捧直 脚背 也是一样的 这个这个 这有一个小组 这有一个小组 这里有人问你小组 有人问你小组 有个拉开 把腿引起来的时候 脚背是很难绷直的 然后他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放两脚并 然后脚背 绷直 然后把你的整个身体 躺过去 像这样 好 大家可以抓住 这个地方 半脚 半脚这样勾起来 比如说找一个柱子 把整个 把整个身体 先把两个脚感对着 柱子 然后身体 往上贴 贴上去的时候 把这个小的柔韧 去把它拉开 就是这个一段 做这个 大家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小组 这地方好得特别挺 这就是一些其他 部分柔韧的一个 训练的一些小组 就是我们可能 就是平时说 只是说腿部腿部 因为跆拳当里面 腿把是 站的比重是比较多的 就是说 对腿部的柔韧要求比较高 其他的部分的话 可能没有 特别的重视 但是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要通过自己的一个学习 然后不停的去思考 然后去跟更多的人去交流 这样才会有一个 明显的进步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通过 在我们的功夫者网站 教学交流区 进行一个留言 或者在我们视频下方 进行一个留言 到时候我们看看 会不会进行一个恢复 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 我们的一个交流区 面对面的和我们教练 进行一个交流和学习 好了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